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習近平悲哀 氣數已盡 胡錫進泄密 警察盲瘋了 宇宙奇葩 中國街頭布置迷你KTV停 專讀習語錄 不給習近平面子 才剛宣布抗議重大勝利 杭州三校學生集體發燒 上海團訪臺 行程保密 遭罵翻 北京統戰圖謀 遭示警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 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20號 星期一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近平悲哀 氣數已盡 胡錫進泄密 警察盲瘋了 臺灣前立法委員陳昭南在瘋傳媒撰文表示 上個月 數百名受僱於政府大規模核酸檢測項目的工作人員走上街頭 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資 一個月前 大學和醫院的醫學生舉行抗議 要求提高工資和提供更多防護裝備 由於該國的醫療保健系統疲於應對大量武漢肺炎病例 許多這樣的學生被迫上崗 此時 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又發文稱 公務員清閒 朝九晚五 那是老黃立了 大家知道嗎? 全國公務員的大約三分之一是警察 如今的警察 哪有節假日不加班的?你見過嗎? 至於其他公務員 老胡見過的所有書記 市長和縣長們都是忙瘋了的 你覺得頭特別忙 他們的下屬能清閒得了嗎?如果你們公司的老闆下班後仍在單位忙各種事 他周圍的人走得了嗎? 胡錫進的說法 無意間透露出中共政權體制下究竟養了多少警察 而這些警察又多數是用來衝作維穩工具的 這是極權國家的悲哀 更是中國人民在高壓統治下永遠無法脫困的主要原因 陳昭南指出 目前中國各地的地方政府都面臨著財政危機 自2021年秋季以來 一場緩慢發展的房地產危機打亂了中國地方政府的融資模式 由於數十家開發商至少拖欠部分巨額債務 他們已大幅減少了租賃更多土地的計劃 去年 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下降了近四分之一 宇宙奇葩 中國街頭布置迷你KTV亭 專讀習語錄 中國多地都設置有如同個人式迷你KTV的朗讀廷 讓民眾可以在裡面錄音朗誦 但中國網友李老師不是你老師 昨天在推特分享一個特殊的習語朗讀間 被認為是專門用來朗讀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語錄 令眾多網友傻眼 從照片來看 這個習語朗讀間是由中國有聲書平臺喜馬拉雅FM推出 該公司在中國是有上百個朗讀廷 但過去曝光的照片影片中都沒有特別標上習語朗讀間 加上中國有習語陳讀的活動與節目 都是專門朗讀習近平語錄 因此 這個習語朗讀間 被認為也是同樣的目的 許多中國網友對於竟然專門設計一個朗讀廷 可能是為了朗誦習近平語錄 感到不可思議 審訊間吧 原來思想剛硬機器長這樣 真的會有人進去朗讀嗎? 告解式 神父是習近平 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告解式 在裡面能和黨說說心裡話 搞得跟文化大革命時期一模一樣 毛語錄閱讀 不給習近平面子 剛宣布抗議取得重大勝利 杭州三校學生集體發燒 一則杭州兩學校班級多人發熱 下週停課的消息 19日在網路上引發關注 陸媒財聯社記者從杭州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獲得消息 目前涉及到杭州三所學校 分別是西湖區某小學 拱樹區某中學 另外上城區某小學12名學生有發燒症狀 為流感聚集性傳播 上述三所學校均已根據相應預案對涉及班級教學課程暫行調整 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相關負責人指出 杭州個別學校班級出現數名學生確診 屬於正常現象 並不代表新一波流行的開始 另外 官方也解釋說 目前甲瘤 懦羅病毒感染也已經進入多發期 即便孩子出現發燒等症狀 也不一定是由疫情引起 建議家長第一時間幫助孩子進行抗原檢測 上海團訪台行程保密 遭罵犯 北京統戰圖謀遭示警 由中共上海市台辦副主任李肖東等人組成的參訪團2月18日抵臺 展開為期三天參觀臺灣燈會市政參訪行程 但蔣市府對上海訪團行程保密到家 遭議員罵翻 新頭客報導 昨天晚間 預定賞花燈行程也提早結束 讓守候媒體曝空 民進黨北市議員陳怡君批評 蔣萬安聲稱 上海團到台北是一個低調單純安全的行程 問題是低調到人不見了 且竟然利用公開行程來調虎離山 其中必定有鬼 更讓媒體第四權及民代都無法來做監督 根本就是一個不單純也不安全的行程 陳怡君質疑 請問蔣萬安市長 究竟上海團這些人到底跑到哪裡去 是否以保護之名行秘密外交 黑箱作業之實 蔣萬安這樣的行為根本無法保護臺北市民 保護臺灣人 如此市長 形同無能 《三立新聞》報導稱 民進黨臺北市議員林延鳳表示 蔣萬安過去與立陶宛首都市長或美國在臺協會處長孫小雅會面時 都能開大門走大路 但面對中共官員來訪卻躲躲藏藏 並迴避媒體與民代監督 這是所謂兩岸交流對等尊嚴嗎? 民進黨臺北市議員簡書培也質疑 上海代表團已抵達臺北訪問 但臺北市府遲遲為對外公布行程 向當天行程竟有兩小時空檔 違反陸委會規定 北市府偷偷摸摸安排上海代表團行程到底有何見不得人的內容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也在臉書發文指出 官方訪團畢竟不同於一般遊客 一舉一動受到格外關注屬正常 如果是其他國家的訪團來臺 外交部絕不可能讓這種行蹤沉迷的狀況發生 而來自對臺灣最大威脅國家的訪客 竟可以不受掌握 邀請的臺北市府有必要說明清楚 國民黨臺北市議員王新宜則表示 上海代表團來臺參與燈會 相關行程都有報陸委會核准 本就是光明正大的事 只有市政交流和政治無關 且媒體本來就有採訪需求 至少部分行程應公開 沒必要做到不能公開的程度 過與不及都不好 路透社報導 一名陳姓男士表示 臺灣人民是好客的 但是他們擔心 這些人會到臺灣宣傳中共的對臺政策 這名男士說 中共做的所有事情都要為政治服務 他們的目的就是統一戰線 今天 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鄧小平週年日 官媒靜悄悄 網熱議 王毅慕尼黑講話 企圖分裂美歐 反遭嘲諷 美家終止搜尋被擊落的三個不明物體 席若無同 美會怎樣 記者爆料拜登貼身顧問說法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我們也在主頻道社區發出副頻道內容鏈接 請您訂閱副頻道 感謝您的贊助和支持 請點贊 轉發和留言 再會